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北約作為現今世界上 最多成員國的一個軍事聯盟 他們成員國之間的團結 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終結 為什麼這樣說呢? 稍後我們就會說說這個 茂尼克的安全會議 在會議上作為北約最有實力的成員國 美國和其他成員國 是怎樣來互數不時的呢? 我們稍後回來就一起探討一下 而大家都知道 北約是一個過了氣的軍事聯盟 現今還存在的話 其實已經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而接下來我們中國 可能會給北約成員國一個不同的渠道 在這個國際公共安全的議題上 就來提供一些更平等的夥伴關係 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最近有些報導說 有一些歐美媒體 就走來唱衰我們香港 那究竟他們用什麼方法來唱衰我們呢? 以及發表這篇文章的人士 也大有來頭 我們稍後回來就一起聽聽 他們究竟用了什麼數據 又或者你用了什麼事件 來說我們香港已經玩完了呢? 我們稍後回來就跟大家說了 那大家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 有一個好消息想告訴大家 就是接下來的2月25日 我們會有一個 惠州雙越灣的看樓團 還會有一個新春優惠 買一層就鬆一層 如果各位想了解多些看樓團的詳情 可以WhatsApp我的大眼 93483961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鐘底鍵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了 現在德國的姆尼赫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開啟 會議的名字就叫德國姆尼赫國家安全會議 這個會議就齊集了世界上很多個國家的領導人 尤其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聯盟 北約 北約的成員國 他們紛紛都派出代表 就來到參加這個安全會議 說回北約這個軍事聯盟 其實就已經過了氣了 這個是冷戰時期的產物 當時由於這個資本主義陣營 要拉幫結派 和社會主義陣營就來到對抗 所以就會產生了北約這個軍事聯盟 但是時至今天 北約這個軍事聯盟 他們的性質已經和剛剛成立的時期 是完全不同的了 那時候就為了搞這個陣營的對抗 現在是為了做什麼呢 就是拉幫結派 協迫其他國家 俗語來說就像地貓流民一樣 但是就是一群打著保護別人名號的地貓流民 而在德國 在國務尼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面 北約的成員國之間亦互相指責 尤其是北約裡面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 他們和歐洲的國家之間的指責 可以看得出他們是國懷鬼胎的 首先北約的歐洲成員國 他們在安全會議上面就說到 我們很擔憂美國 不再繼續發揮脅防歐洲的作用 如果一旦俄羅斯襲擊我們歐洲的北約成員國 對我們歐洲來說是會產生一個極大的危險 歐洲的那群成員國官員 之所以會對美國說這些話 原因就是美國不再去為烏克蘭 提供數十億的美元援助 因為在北約裡面 一向美國都是大哥 或者用一個古裝片的名詞來說 美國就是北約裡面的總陀主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晰 雖然說烏克蘭還沒有正式加入這個北約 但是烏克蘭又表示很想加入北約 好了 我們將這個情況用俗語的說話來形容 即是我們現在將北約看成一個犯罪團火 或者是那些三合會組織 美國就是這個三合會組織裡面的大哥 烏克蘭就說到 我要跟著你 美國 我要加入你們這個組織 因為我也怕被人欺負 所以就要找個大哥來跟著 但是現在美國雖然未正式收烏克蘭 去到斬雞頭燒王子做兄弟 但是已經對烏克蘭提供了很多武器的援助 來幫助烏克蘭和俄羅斯去打架 但是打打打打了現在兩年 突然之間美國說 我沒有錢支持你了 扎蓮斯基你自己想好他 然後那群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就擔心 一旦烏克蘭不夠俄羅斯打的時候 到時俄羅斯打架我們 那怎麼辦 你美國是大哥來的 總舵主來的 你拿回一點點責任心出來好 而美國方面的取態是怎樣呢 他們在會議上就說到 你們歐洲現在的問題 是在於你們自身沒有足夠的威懾力 這句話我們又來用簡單的語言來解釋的話 即是正等於美國跟那群歐洲的兄弟說 搞錯呀 你們一群人沒有過抽得 長憑難辜 你們沒有過抽得 你也要武裝一下你們自己 做多一點掌上壓 練多一點體能 練拳不練功 杜魯一長空 打架這件事 都是要靠你們自己拳頭硬的 美國對歐洲的那群成員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就是這樣的 所以美國的代表在那個安全會議上面的發言 都說到 我們美國對你的安全承諾 就只能讓你們歐洲的安全萎縮 即是說我們美國支持你 會令到你們放棄了自己的求生能力 就被人掌握得中金 真是想不到 這個姆尼克的國家安全會議 可以讓北約這群成員國 可以玩到變成 那些三合會裡面的批鬥大會 而今次在這個安全會議上面 北約的成員國的針鋒相對 只是一個開始來的 因為接下來就是美國總統的大選 而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他最大的頭號對手 就一定是特朗普的了 那若然真的特朗普 廢低了拜登上場之後 他們美國對這個北約的態度是怎樣呢 在我們說特朗普對北約的態度之前 其實特朗普大家都知道 他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叫川建國 因為在內地來說 特朗普也因為川普 那麼建國又何解呢 就是因為以往特朗普幾年任期裡面 不停地幫美國來敗家 還很喜歡退群 就是在世界的組織裡面退群 所以在國際上 就變相了削弱自己美國自身的影響力 國際影響力的東西此消彼長 美國的影響力下降 自然我們中國的影響力 就會上升在國際之間 所以內地的網民 就幫特朗普改了名字叫川建國 有些同胞還很親切地稱呼他為川建國同志 而川建國同志現在有個最新的盒 就是歐洲人民給他 就說到他是川建歐 難道特朗普接下來又會用一些反常的行為 來協助歐洲建設 沒錯 因為特朗普之前就說了 若然讓我特朗普上場的話 我就會帶領美國 退出這個北大西洋公約 即是退出北約 因為特朗普對北約的其他歐洲成員國 很看不過眼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是一個商人 商人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講錢 什麼都是利益先的 北約有一個不成民的規定 也是一個無約束力的規定 或者是叫做指導方針 這個指導方針就說到 北約的成員國每一個國家 他們國家每年的軍費 要佔到他們國家的GDP的2% 雖然這個就是他們整班北約的成員國 口响响地說出來的 但是真正可以實踐到達到每年的軍費付出 是GDP2%的國家有多少呢 是不多的 而大家都知道 美國就是全世界投入軍費最多的國家 他們美國的軍費佔了他們美國GDP是多少呢 就是3.5%的 那沒辦法 因為美軍全球都有基地 所以特朗普又或者很多的美國政客 就會覺得整個北約 最主要都是靠我美國在維繫 我們美國的軍費 就是這麼多國家裡面付出最多的 還要保護你這幫契弟 但是說開又說 美國這3.5%的軍費 雖然 對比其他的北約成員國來說 是真的十分之高 但是美國投入這些軍費 不是只是保護整個歐洲的 歐洲又或者 他們北約是說北大西洋 美國投入到北大西洋和歐洲的軍力 都佔不到美國一半那麼多 那美國你自己看不起其他的北約成員國的軍費 未達到2%有功不公道 因為你們美國GDP的3.5%的軍費 都不是全部用在北約這個組織身上 不過我們中國人就很少干預別國的內政 或者這些不關我們事的外國組織 他們喜歡怎樣狗爭狗就怎樣狗爭狗 不過現在我們中國最新 就提供了一個方向 給其他的北約成員國 當初那些北約成員國 為什麼要加入北約呢 就好像以前鄭伊健演的一套港產片 在球場那裡被人打完 看到有個叫大佬B的人救了他 就說一聲B哥我想跟你 所以很多的北約成員國 他們當初要加入北約 都是因為他們西方世界 經常都圈掩一些俄羅斯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 甚至乎某某國家威脅論 來到半推半就這樣 推其他歐洲國家加入北約 就拿這些成員國就來到 和其他國家開戰的時候 對下人頭 但是世界都變了 以前冷戰時期 為了陣營對抗的產物 擺放在今時今日的這個年代 現今我們看到 就算是俄烏衝突 或者巴爾衝突也好 西方世界或者美國勢力為首的一面 他們所面對的都不是陣營衝突 反而俄羅斯才是面對你們的陣營衝突 你們整班北約支持烏克蘭 即人都欺人少 欺人俄羅斯一個 還要不夠人打 而我們中國提供的這個方向 是怎樣給歐洲人一個啟發呢 最近我們中國公安部部長 黃小紅就去了歐洲的一個國家 叫做匈牙利 匈牙利 都是北約的其中一個成員國 還被譽為是北約的成員國裏面 最親中之一的一個成員國 而且匈牙利的國際視野 比起其他的北約成員國來說 是真的比較有這個大局思維的 我們只是看匈牙利 是北約成員國裏面 唯一一個未批准這個瑞典加入北約的國家 我們就知道 匈牙利所顧及到的 不是要怎樣去壯大北約這個組織 而在本身瑞典加入北約的話 或者這樣說 北約再東抗北抗南抗西抗下去的話 那就不止北大西洋的了 到時可能擴張到過來太平洋的了 到時變相 沒有加入北約的國家 就會被北約的成員國禁住來欺負 尤以那些列強為甚 而匈牙利也是和我們中國 有深厚的感情關係的 因為我們中國和匈牙利的建交 已經去到第75週年了 而我們中國所提倡的一帶一路倡議 匈牙利也是十分積極去到支持的 所以我們中國和匈牙利之間 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 加深這個基建和貿易的關係 再發展到 在這個國際的公共安全議題上面 就來到建立策略性的夥伴關係 那這一種模式 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在國際間 建立一個安全的空間 並不是說 我拉幾個國家加在一起 叫做蜜約蜜約 這樣就可以建構和平 而美國人 現時看到北約裡面 歐洲的那群成員國 好像每個人都有異心 糟糕 會不會威脅到我這個總陀主的地位呢 而適逢北約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原本早就應該退位讓言 不過一場俄烏的衝突 他就延長了任期 但是接下來都要退下來 那究竟找誰上呢 美國的布林肯就有個提議 他就說到 不如給馮德羅欣上吧 大家看到的了 早兩年馮德羅欣 咬著俄羅斯的普京不放 行啊 而且那時候 馮德羅欣跟馬克龍 去到中國那裡踩場 還被我們王毅主任 散到一面屁 現在馮德羅欣的臉還在痛 無功也有勞 但是德國的索爾茨 竟然對美國說 不行啊 我不贊成馮德羅欣 因為北約秘書長這個位置太重要了 不可以讓馮德羅欣那個黨的人 來擔任 其實這裡 美國的意思都非常明顯 既然北約的其他成員國 對美國是有意見的話 美國就屬意找一個親美的人 來擔任北約的秘書長 好讓他們影響到北約成員國的命令 就可以在北約這個組織裡得以退行 所以由此可見 在未來北約的各個成員國之間 尤其是歐洲的成員國 對美國當中的是是非非 是不會這麼快完結的 那我們就等一看好戲吧 最近就有報導說到 有一位人兄就走來唱衰我們香港 還說到我們香港已經玩完了 這位人兄其實他也帶有來頭的 他就是前摩根史丹尼首席經濟學家 以及現任耶魯大學資深的研究員 他的名字就叫做羅奇 他就在英國的金融時報裏面 發了一篇文章 就說到香港已經玩完了 而在這篇文章裏面他還說到 以前我們香港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 只不過近年因為香港的本土政治 甚至乎外圍的不利因素所影響 所以他就認為香港已經開始玩完了 而期間他就提了一個數據出來 他就說以前香港的股市 可以說是代表著整個香港的 但近年因為香港的股市差 所以他就覺得香港已經玩完了 老實說一句 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大力唱衰香港 並且在早幾年前還用一些實際行動 來圍堵我們香港 再加上香港的貨幣是掛勾著美元 但是美元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國家都開始去美元化 其實根據種種因素 香港股市倒塌 這件事是必然的 不過我也找了一些數據 就是從香港政府網頁找出來的 我們先看第一章 這個就是香港的GDP數值 我特別拿了2022年和2023年的數值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圈了幾個部分 分別有2022年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季 以及2023年的第一、二、三季 大家看看對比2022年 香港的GDP其實是否下滑了很多? 我們看到數值不是的 反而在2023年第三季的时候 还有明显的增长迹象 说真的看图也不怕多 第二张图可以说是标榜着 我们香港金融市场的行业 大家看看金融及保险业的数字 老实说2023年和2022年 数值又好像没有特别减少 而再去到地产又或者一些专业的行业 数值上面还有微量的上升 很多时候别人说一个地区又或者一个国家 GDP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民生 我们看到这张图就说有关劳动人口 失业率又或者就业人数那方面 大家看到上面红色那一部分 就是2022年头的数值 我们先看看劳动人口那边 劳动人口方面 2022年和2023年 好像数值又差不多 但有关失业人数方面 就有非常大的进步 2022年的时候有13万个失业人数 但去到2023年年尾 失业人数只剩下10万 少人失业了就自然多人就业了 而数值上也没有骗我们 我们简单看了几张图 就可以显示到香港是否真的玩完呢? 如果若然单凡股市来看香港究竟未来是如何呢? 那真的未免太过疑惜了 我亦相信这个前摩根士丹尼的经济学家 他并不是不懂看什么香港的GDP 甚至是就业人数 失业人数 那类型的数据 只不过这类型的数据是有明显的升幅 那便不能支撑到他说香港已经玩完这个理论 不过老实说一句 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媒体要不断唱衰香港? 其实源于就是基本法第23条 这条基本法23条 可以说令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非常不高兴 所以前几年他们才这么落力去唱衰香港 搞一些社会的活动出来 其实老实说23条是针对什么? 就是说到境外的政治势力 利用不同的手法又或者不同的途径 来都危害到我们国安的活动 这样便犯法了 但老实说哪一个会去介入这条基本法23条? 就是那些别有用心 原本就已经想着用不同的途径 不同的手法来到危害香港 危害我们国家的人士 其实他们才会着重去看这条23条 看得这么重要 所以到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媒体 报章想利用分析香港的形势 就来说我们香港已经走下坡了 还说到昔日的东方明珠已经是风干不再 甚至乎再夸张一点 有人说到我们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机会变成历史 但好像我们刚刚说过 从多方面的数据来看 会不会像前摩根士丹尼的经济学家说到这样呢? 单凭香港的股市 就说到香港已经玩完 其实我们看回历史 上当年香港回归祖国 也即是1997年的时候 当年外界不断唱衰香港 说到香港不应该这样做 回归祖国这件事是错的 那些西方媒体还在作假新闻 又说到有很多英资企业 对香港已经失去信心 甚至乎那段时候 还有一些预言加出来说 香港命数已尽 但隔了这么久 事实已经证明了 香港是没有因为回归祖国之后衰落 反而我们的经济 还越做越旺 大家看看2019年黑暴事件之后 那时候那些黄人 又是唱衰过我们香港 搞到有很多香港人 就为要移民离开香港 但最近两年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 要回流回来? 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是他们在外国统统统统统统统 而第二个原因 就是发现香港真正的价值 是远远比外国的地方更为优胜 再加上现在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如何? 由乱到智 我也深信我们香港将来是越来越美好的 说真的 在这段时间 即是由乱到智的过程里 香港是必然要面对很多挑战和变革的 但老实说 对比起当年1997年的时候 今时今日的香港就是十十岁 所以我说现在香港的情况是如何? 就并不是好像经济学家说 香港已经玩完了 而香港是慢慢地崛起 再说唱衰在我们香港的一件事 我们也可以借鉴我们的祖国 在前段时间 美国和那些西方国家 不断地唱衰中国 说什么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 但到最后的事态是如何? 中国依然美好 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厉害 所以好像今次这样 美国和那些西方媒体在唱衰我们香港 究竟又会不会令到他们如愿以偿? 经济学家用股市来说我们香港 说到股市是代表着我们香港的形象 所以前段时间 我们香港交易所的主席也出来发言 他就说对于香港的终结论 又或者玩完论 他完全不同意 他也强调过二十多年前 也有人说过香港差不多玩完 但每一次我们香港到最后也证明了 我们香港独有的实力 独有的优势 所以未来他也有信心 对于我们香港的股市 是会再创新高的 再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开放市场 短期内受外围的因素所影响 这件事是难以避免的 但交易所的主席就说到 只要香港国际金融地位是没有减退的话 香港独有的优势仍然存在 是不会减退的 还叫大家千万不要低估香港的韧力 实际情况我刚刚也用了几张图表 来证明我们香港 在几个重点的数据里面 也有上升的迹象 大家有一点也要留意 我们的基本法第23条 是还未立法的 在这个立法的过程里面 美国和那些西方媒体 是必定会继续唱衰我们香港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香港的未来 不要因为那些西方媒体 说几句我们就信以为真 所以如果将来大家再看到 一些唱衰香港论的话 大家就当它唱歌 又或者发疯就算了 好了 今天我们香港青年频道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青年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